今天回到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新聞背後的真相 在今天我們第一時間 80解讀重磅新聞是 中美大戰已經打到什麼程度了呢 美國竟然關閉了 中國在休士頓的領事館 而中國也關了 美國在武漢的領事館 雙方互關領事館 還燒毀文件 你是被打起來嗎 資本市場也受到大震撼 我們會第一時間來幫你們做解讀 好 趕快來介紹 在今天來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萬保週刊總編輯莊成賢 群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財經系助理教授朱岳中老師 大家好 邀請到萬保投資總監蔡明章 大家好 資深專輪作家王上志 官朋友大家好 邀請到財經所助理教授謝晨諺 官方好 大家好 好 我們第一時間趕快來解讀重磅新聞 在剛剛稍早傳出的最新消息是 美國要求休斯頓領事館72小時內要關閉 中國外交官急燒密件 好 美國大動作要求官領事館 這是大事 我們來看 中國當然立馬要做回擊 所以就在剛剛我們現在錄影時間是晚上的6點30分 在剛剛稍早6點13分 美陸外交先大風波 北京考慮也要關閉美國在武漢的領事館 蔡總 待機很大條 那這個引爆點是這樣 美國的司法部起訴兩位中國的公民 那這兩位是中國國家安全部的承包商 所以長期對美國確實的機密 聽說美國司法部說 最近連美國新冠疫苗 他都要偷 所以他就起訴這兩個公民 但這兩個公民之後 他起訴這兩個公民 怎麼搞到要關人家領事館呢 他就下令保護美國的智慧財產權 下令72小時休斯頓總理事館要把它關閉 關閉就這麼單純 但是有人說在當地的中午就焚燒了一些大量的文件 好 畫面上觀眾朋友 你所看到這是最新流出的畫面 這是由上網下拍 在焚燒文件的畫面 現在還濃煙密布 對 這個濃煙密布引起 為什麼要馬上燒文件呢 因為怕落入 有可能是這個邏輯就是說 72小時關閉之後 關閉了以後 是不是美國會進去休斯頓的總理事館 而且這個文件萬一來不及運走 對 所以這個濃煙密布引起當地的警銷的關切 這個是在當地大概下午4點左右一個時間 現在的問題就比較複雜 為什麼 因為只有在非常嚴重的外交衝突裡面 才會相互關閉了領事館 中國在美國有五個總理事館 休斯頓是其中一個 那現在中國為什麼關閉武漢的美國總理事館 因為武漢當時新冠的會員 美國也很多的說這裡面有問題 掌握什麼的群資也不曉得 那現在資本市場 因為我們台股或者大陸的股市都很早就收盤了 所以最晚收盤的港股 黃指就跌掉了500多點 好 香港股市已經出現了大震撼 所以畫面上你可以看到消息傳出之後 在下午3點鐘以後瞬間爆出擊殺 我們很擔心明天的資本市場在台股 在亞洲包括在今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會出現大震盪 所以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港股在尾盤大殺了2.25% 大跌577點 朱老師 這是突發性離空 對 這件事情真的是很大條 我們先講為什麼會是在休斯頓 因為休斯頓其實是美國 很重要的太空中心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除此之外 它是很重要的醫學中心 所以這一次很關鍵的就是 這個駭客就是據說 在投新冠疫苗的相關的資料 休斯頓基本上就是美國的 幾大醫學中心之一 除此之外 休斯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就是矽谷還沒有絕景 其實休斯頓是美國的 算是科技跟工業的重鎮 所以休斯頓這個地方很重要 再來這個燒文件這件事情 其實最早是因為在1979年的時候 美國那時候伊朗大使館人質事件 就是伊朗大使館 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被攻破 所以當時美國是緊急之後 把那些文件都碎掉而已 結果居然就是被重拼起來 就一直泄滅 所以從此之後其他所有國家 不只是美國 不是只有中國 所有大使館大家知道 當我要走的時候 我一定要把文件都燒掉 不管是基礎 我一定都要燒掉 所以因此他們還有專用的燃燒帶 叫Bird Bag 所有的文件丟進去 因為它會助燃 所以我丟進去燒 燒得很徹底 所以這一次中國顯然也是怕說 我萬一有任何東西沒有搬乾淨的話 可能會因此有泄密的問題 好 來上次 其實中美的這個部分的衝突 我們都知道前陣子 是雙方針對於媒體 也就是說在美國方面 先停止了幾個媒體的部分 他們的採訪權 而且驅逐他們的記者 而中國大陸也同樣的 把我們都知道的 包括華爾街時報跟紐約時報的記者 也都驅趕了 那這些有些記者 都甚至來到了台灣 那我們也都跟他們吃飯 再聊起來 所以整個其實中美部分的衝突 可以說你這邊有動作 我這邊有動作 但是過去這些 那現在中東已經是越演越演 沒有錯 而且這些 驅趕記者 這些驅趕記者動作 都還是周邊的 那麼這一次有關於所謂這種 直接管理事館的這種動作 就像剛剛蔡蓉講的 管理事館之後 因為它關閉之後 很多地方的財產權 特別是如果司法部要調查 他們是有權可以進入的 因為已經不再是一個外交的 管理的一個屬地 所以這裡頭當然要趕快把這一些 所有的資料要焚燒 所以一直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沖口來講 大國的衝突之間 有時候不見得真的都一些大的事情 比如中美貿易談判的衝撞 有時候真的引爆一些大的衝突 都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事情 所以說這一波的這個 雖然只是兩個駭客的行為 司法部 美國司法部要調查 但是後面會不會影響這種 把整個很多的情緒 很多肌肉質拉動起來 變成巨大的衝突 要很值得注意 好 過去我們認為 官媒領事館那是斷交的前兆 所以現在竟然雙方已經 已經搞到要關領事館了 所以資本市場 我們回到資本市場 請蔡德爾當我們來看 我們先來看大盤 我們比較擔心大盤 所以我們先來看大盤 因為港股已經出現了尾盤擊殺 今天台股仍然是上漲的 但是明天會不會做反應 當然今天要看美國股市 目前道瓊的起始是跌了百點 但是我認為美國的股市還沒有緩印 因為這個事情正在發展之中 像這個港股為什麼大跌 因為港股最近也漲多了 所以它很快的緩印 但美國股市不知道 不過回到我們大家關心的台股 今天再創30年的新高 好 所以我們來看日K線 台股在今天再創30年的新高 剛剛你談到港股為什麼出現尾盤的擊殺 因為港股漲多了 那台股也漲多了 對啊 我們還30年的新高 大家想說溫透董12682 就在這幾天要把它突破 結果出現了突發性的黑天鵝 而且我們看一下今天外資 外資意外的今天沒有買超 我們大家想說外資應該用力的買 沒有 今天小賣23.8億 所以今天都是內資買的 所以今天我們最好不要 美國股市大跌 美國股市大跌的話 明天台股恐怕會進行一個必要的修正 好 所以我們看明天台股股市 到底會修正多深 最最重要的指標股 我們當然要看在今天最勇的 台股第一勇勇是聯發科 所以聯發科以及台積電 明天能不能撐住是關鍵 所以我們來看到 聯發科現在已經上刊喊到一千兩百塊了 怕死人 我們看到電子時報說 高通這一波竟然斷開台積電 下單三星 缺席台積電的五奈米列車 所以之前才說台積電掉了高通的單 那麼高通下單給誰呢 下單三星 但高通恐怕是錯估戰況 他下單給三星 他的驍龍875下單之後 發現三星的品質不行啊 出了狀況 現在回頭要來找聯發科 回頭要來找台積電 沒辦法 因為人家客滿了 所以我們來談談 明天的指標股 到底這個盤會跌多深 修正多深 關鍵是台積電和聯發科 對 但是先幫大家上一課 聽起眼一定要觀其醒 外資最近講這個聯花哥的目標價 我們前一陣子還講 Lidia 這個提高到一千塊 今天里昂一千兩百塊 把它加碼 但是我們看一看 現在外資是不是只出一張嘴 忙著出報告 喊目標價 但是有沒有買 我們先看左邊的 我們看台積電 外資 外資在7月21號 就昨天 一共買了一萬七千張 有買 16236 這個漲得有理 但是今天它調節 九千多張 但是自營和本土是賣的 所以外資買了17561 但昨天的三大法然的買超 是16236 對 但是我們關注一下 外資這麼用力來 海聯花哥 應該大買才對吧 對不對 但是你看 昨天7月21號 聯花哥是漲6% 他只有買212張 是靠其他的自營商來買的 才700多張 所以嘴巴喊一千二 但熟只買了212張 我跟你講今天賣了 今天還賣啊 今天漲4% 外資賣超1125張 好 我們進步看 用力喊的這些外資 好我們來看看 到底是誰在喊 好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大 摩根大通 就是這個小摩 我們要先看上一頁 我們先看上一頁 到底哪些外資在喊 來 李昂就是喊到一千二的 對 那剛剛你談到 小摩是750 小摩是750 每一700 野村700 好 觀眾朋友把這些外資給記住 這些都是喊多 我們再來看 他嘴巴喊這麼高 到底有沒有買 這是最近10天 外資券商聯花科的進出 摩根大通 還賣了3138張 野村不是喊到那個700嗎 你也賣超251張 這裡面戳破一個假象 什麼假象 我用力的喊 但我沒買 但是聯花科不是小股 他明明漲那麼多 有力有大咖在買聯花科 他到底看到什麼 看到氣美化的商機 為什麼 我們講說今年雖然5G當道 但是5G基地台的部件 速度很緩慢嗎 所以新機還是4G賣得好 這個回來 聯花科最有力的地盤 聯花科在4G裡面 競爭力很強 再過來我們看一下 高通跟聯花科 這是另類的中美大戰 對不對 高通賭錯邊了 對 高通我們看一下 高通的5G晶片的佈局 不管是在蕭龍的865 或者在765的系列 你注意 他都支援了毫米波跟SUB6 5G兩個頻段 一個是毫米波 美國都用毫米波 那中國是SUB6 是用在這個中國 但是你看聯花科 不管是天玑1000或天玑800 基本上都是主打SUB6 好我們來看這張表非常重要 他們兩個是敵員 競爭對手 我們來看這是在高通的部分 高通蕭龍865 他有支援毫米波 有支援SUB6 但我們聯花科的天玑1000 只支援SUB6 或者他只專注在中國市場 高通蕭龍765 也是毫米波SUB6都有 但聯花科800 也只支援SUB6 聯花科天玑800 也是只專注中國市場 對 所以對高通來講 本來是做好做滿 這沒有錯啊 但是沒想到 美國現在這個5G的部件 速度很慢 中國比較快 所以聯花科主打SUB6 主打中國市場 對啦 這個是全球5G的晶片 的430立刻爬起來 這塊很重要 高通做了一個判斷 非常的錯誤 去年高通的865晶片 用台積電的7nm 這個做得好好的 但是今年年底要推出來 是865晶片 但沒想到 這個三星就來講說 我報價 我來報價犀利 講清楚 就是殺價搶單 殺價競爭 對 那高通就以為說 這個三星有五奈米 還有EUV的製程 這麼厲害 就把865都投到這個三星這邊 沒想到現在三星 量力努力的爬勝之中 量力處了問題 對 這個不就賠了夫人又折兵嗎 那現在高通想吃回頭草 台積電說對不起 五奈米都已經客滿了 沒有空間在榮裡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這個老實講 蓮花科就領先一步 我們當然回頭要來看 台股最勇的兩個勇士 蓮花科台積電 看他明天撐不撐得住 對 蓮花科 我們看蓮花科 其實蓮花科今天還是一個 大漲的格局 很多人認為明天就是挑戰 700塊的整數關卡 但是因為外資沒有買 所以我認為蓮花科不見得馬上突破 但是時間拉長的話 是有機會的 好 那台積電呢 台積電今天外資已經在調解 所以台積電 當然要看今天的美國股市 因為台積電一向跟美國盤高度的連動 假如今天的美國股市是大跌的話 那我認為台積電明天會有比較明顯的修正 那今天假如說這個美國股市是OK的 那台積電可能在這邊盤整 那台股明天可能跌伍是有限的 不過講到蓮花科 最近最夯的是蓮花科 下訂單的這些大廠 比如說測試介面的 我們來看佣智 那佣智的這個股價 最近漲到了415塊 今天415塊 但尾盤歡黑 我們直接看K線 為什麼 因為今年它的這個訂單 來自蓮花科非常的多 所以市場一般易估 它的EPS可能就會超過10塊 甚至達到43塊 但是數再高不會漲到雲端上 為什麼 這個本益比已經偏高 可能三十幾倍 所以今天翻黑 再過來我們看一下旺系 也是做這個測試介面的 那它的股價我們也可以看 一樣是蓮花科定不到 所以股價你看這一波漲了 但是今年EPS估 市場普遍估差不多6塊到5塊 本益比也偏高 所以這個地方 也可能要注意到風險 緩道是蓮花科的後段測試 是晶圓店 今年EPS會賺到3塊5 但是股價都沒漲 我們直接看了K線 那因為蔡明介 就是這個晶圓店老闆的姐夫 所以當然晶圓店技術也很好 但是相對來講本益比10倍 這個比較沒有漲到 好 或者今天像3034的聯勇 為什麼 同樣是跟蓮花科是氣美化的受惠者 但是今天雖然漲了5%之後 我們直接看K線 它的本益比只有18倍 所以會轉到本益比比較低的相關個股 好 低本益比的個股相對安全 我們剛剛談到突發性的利空是 中美護官領事館 這個消息已經重創港股 明天如果重創台股 今晚如果重創美股 那麼飆翻了的生技股 飆翻的小飆股 恐怕今天真的剩下蛋 所以我們來看到 在今天仍然有非常多的生技力多 包括瑞茨生技的新冠試劑 有消息說要供貨美國的大型醫療機構 包括中天第二季的唇役 超過了20億油虧轉移 1PS來到5塊2毛4 賺半個股本 誰說生技都不賺錢 人家中天就賺錢了 以及現在正如火如荼 在展開的亞洲生技大會正在登場 在今天生技仍然一頭拉股力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股價的部分 在今天休息的生技又再度 一百多零 所以我們看到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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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兩燈 所以來總編輯 我不知道今天的重大離空 對明天盤面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麼如果會衝擊到大盤 這些漲翻了的標股恐怕是最擔心的 為什麼呢 剛剛蔡總講這個國際局勢 其實牽動的是外資跟法人 但是生技從頭到尾 他們是碰都不碰 他們就只有內資自己在做 所以我認為 那只有內資在做是比較安全 還是比較不安全 憑著一句話就是信心 那到底今天是誰給生技股信心呢 剛剛你提到一個好大的重點 就是過去大家都認為生技股是什麼 空手道完全沒有獲利自己漲 第一次第一天 生技股今天完全是因為獲利漲的 我想大家就會很驚嚇 之前是漲上的夢 對 現在開始漲上的獲利 從今天開始 DPS傳出3.06增加50倍 阿關3.06是多少 是多久賺的你知道嗎 一季 半年 我不知道 一個月 好厲害 它一個月就賺3.06元了 所以今天股價 剛剛在阿關的掃描裡面 就有漲停板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恒大在今天亮燈漲停板 為什麼 因為從3塊錢來換 又說還要輸美 那我們簡單如果用懲罰 如果報價不跌 3乘以6 再加上半年的獲利 那不是今年要賺20幾塊了嗎 那不得了 所以每一次生技股 大家說不行不行了 這個夢要破了 這個雞尾要破 跌下來就又一百萬元了 所以這個是有獲利的公司 所以這個有獲利的公司 我認為是有機會 帶動這種有獲利的公司反彈 它的前面高點是216塊 剛我們測算了一下 一個月賺3塊 如果後面6個月都這樣 18塊加上前面25塊 感覺216也沒有太貴 可是可以這樣成嗎 為什麼可以 可以這樣子用3塊錢 待會兒我再跟阿關仔 仔細分析一下 好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張 下一張 對 熱意 也傳出了賺錢的 上半年成績 年增41倍 10.68 賺超過一個部分 41倍 誰做生計不賺錢 拿到看它的K線 好 我們來看 熱硬在今天上漲 熱K線的角度來看 10比680是什麼意思 半年的本益比就10倍 它都不要算到下半年 它關半年的本益比就10倍了 這樣子有沒有便宜 有便宜 感覺有對不對 好 那我們帶來看下一檔 所以生計就不是只是炒夢 等一下我們帶來看 這叫合一 這中天 6月獲利9.9億 旗下的鑽石投資持有 25000張合一 貢獻第二季意外收益往上衝 對 然後這個數字 我們再來看K線 好 我們再來看K線 好 所以中天合一 第二季賺了5塊錢 中天亮燈 對 開盤就沒有買點了 可是第二季賺5塊 感覺也沒有很便宜對不對 也沒有很貴嘛 因為第二季就賺5塊錢了嘛 那70幾塊錢也感覺沒有很貴 但是啊 瓜 這就是獲利陷阱 什麼叫生計的獲利陷阱 我來這邊跟大家講清楚說明白 到底它的陷阱在哪裡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景氣循環股不是看獲利 是看報價 今天這些口罩啊 這些都是看 如果這個需求下來 或是報價往下的話 即使它的本益比很低 也不能滿 我最常舉例的就是友達 友達最高股價是80塊 當年那一年它賺10塊錢 那不是本益比只有8倍嗎 可是它創造了歷史上的高價 所以景氣循環股我們是賣在 報價不會上升 但是本益比最低 你看起來 算起來本益比很低 可是只要它報價不再上升 所以我們要緊盯著 樂硬跟恒代 只要它的營收不再往上 即使它的本益比再低 投資人碰到前面的高檔 就可以做一個獲利了結的動作了 不要因為本益比低就是去賣 因為景氣循環股 我們看的是報價不是EPS 所以景氣循環股 千萬不要被低本益所謂貨 所以我說這是第一層生計陷阱 這個叫做恒大跟樂硬的生計陷阱 第二個生計陷阱叫做中天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第二季賺5塊 我們其實不用懲罰 感覺起來也沒有很貴 一季賺5塊錢70幾塊 都是一根線 長的時候是一根線一根線一根線 掌跌 跌的時候也是一根線一根線 跌跌跌跌跌 開盤就跌跌 所以中天的陷阱是什麼 原來中天的獲利是任列 我們來看4743的合一 合一 天國一會 據說是現在生計陷阱 我們來看看他到底 這樣子的一個漲幅 他在6月底的時候是漲到最高點 因為他6月底的時候 因為他持有合一 所以做一個平價 我本來合一的股價在這裡 漲這麼多 所以就增加他的利益 可是剛剛阿光也點出來了 7月份他不都回跌了嗎 那他6月份增加的數字 如果7月份沒有漲回去 是不是又要轉回去變虧損了 所以這是第二種生計陷阱 你看起來這數字很漂亮 但他的反應 已經反應過6月的最高價了 可是他7月回跌了 如果7月份他還在這個位置 他說當初我任列的成本是476 那他現在提到200 我任列的不是要扣回去 所以我說這是第二種獲利陷阱 第二種陷阱 對 所以我還跟他說 生計股你問我 我認為現在 今天的大反彈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有獲利 但是這個獲利陷阱大家要小心 好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這個時候我覺得是 玩生計股有點像已經像賭博了 如果再玩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幾檔股票的話 我認為千萬不要上去讓主力出貨 千萬不要上去讓主力出貨 尤其我在家的夜市 大家不要現在天天堆掌提板的公司 這種掌提板公司你沒追到還沒事 當你追到表示什麼 爆量了 主力要出了 賺到股票你讓主力出了 為什麼中間跟合一 主力還想再拉回來 因為就像阿關講的 他是啪啪啪啪下去 主力沒有出的時候 沒有辦法出 但是如果你讓他再一次有機會出 讓他出完了 那就真的一拍兩散了 好 所以 所以在生計股的 總比你說千萬不要上車讓人家出貨 是… 好 那有沒有比較穩紮穩紮的 好 我想在這個時候 大家一定會想到穩的股票 我教大家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請問股市一直創新高 最受益的股票是誰 大家可以想 我現在寫了 對 融資創波賺新高 券商不是在賺融資的利息錢嗎 成交量 平均創新高 券商不是受益最大嗎 所以券商的獲利是不是好得不得了 好 我們來看證明一下 看一下一個表 這是6月份的主要獲利 我們來看這些排行榜一排 可是這些股票我們看一看 前面不太能買 為什麼 因為好的都是金控公司 都已經被金控了 所以我們要買的是純券商 而且最好什麼 股本很小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像康和鎮賺2.3 感覺不突出對不對 2.3它股本60億不到 所以就等於單季 單月 四毛 那我們再來看 紅月1.3感覺也不突出 可是它只有33億的股本 所以也是四毛 你說四毛跟這個 我現在一定要講 四毛跟剛剛講的5塊10塊 感覺好遙遠 差很多對不對 對 那我們看一件事 不然你就豁然開朗了 來 紅眼正的月限 紅眼正如果現在是10塊 20塊30塊 一個月賺4毛 你可能覺得還好 紅眼正價股票多少 8塊錢 一個8塊錢的公司 一個月賺4毛錢給你 而且我們看到7月份 融資還在創新高 銀收也在創新高 它就有可能單月獲利再往上 一個8塊錢的公司 淨值12塊 然後你的這個股價 連票面值都不到 是 那我們大家看 當初股價創新高的時候 我們記得那時候 股價最瘋狂12682的時候 紅眼正價多少錢 80塊 景色夠不夠低 獲利夠不夠好 我想這是比較安全的標的 好 既然談到了 剛剛的重磅力空事 中美雙方護官領事館 我們當然要回頭來談談 中美大戰 好 我們來看 美國航母以及印度軍艦聯合軍演 最近美日奧運 其實英國也去了 伊麗莎白航母也去了 現在是五國同盟 要對中國進行大包圍 這時候中國說 我要開始也來找盟友了 中國找誰呢 現在找拉丁美洲的盟友 中國施壓巴拉圭要跟他尖叫 我們的外交部說 隨時保持高度警覺 其實這次的部分特別是提到了 有關於日本 澳洲跟美國軍事演習 其實他其實每年都會有 大大小小規模的 這種聯合軍事演習 但是今年的時間蠻特別的 那麼今次的演習是這樣子 那麼日本的海上自衛隊出動了 他們的這個趙月號的護衛艦 那麼在美國方面 他出動的則是核子動力航空母艦 雷根號的這個等級 另外澳洲出動了的部分是 坎培拉的這種兩棲突襲艦 大大小小加起來有九艘的部分航艦 他們是從南海經過菲律賓的部分的海域 直接到太平洋的美國的關島附近 那麼整個訓練的過程呢 是主要是針對包括了反潛 包括了驅逐 包括了以及空戰的這個等等的 協同作戰當中 各自的角色以及情報的分享 當然在這一次當中 主要是因為他是在疫情之後 那麼疫情當中拖了很久 大半年 那麼三個國家的聯合演習 所以這次是由日本方面來宣布 他就由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幕僚長 山村浩他在21號召開了記者會 宣布說這個軍事延遲是從19號到23號 但是重點來了 19到23號不只是在太平洋 在太平洋 西太平洋跟印度洋的 交界的地方的 沒想到美國跟印度同時 也在20號當中的這一天當中 進行了海上的聯合軍事延遲 於是他形成了一個四角的關係 那麼這四角當中 包括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上 包括印度這裡 都都是在20號這幾天當中 在整個軍事延遲 在包抄中國的這樣子的意涵 這種戰略牽制的意味非常非常濃厚 而且在印度這個地方是這樣子 他們這次定名叫做航道演習 叫做Passage Exercise 它是一個海上演習 但重要是它的地點 它的地點其實是在印度洋的東部 那麼應該講太平洋的東部 印度洋的 對不起 印度洋的西部的太平洋 交界一個地方叫安德曼跟尼古亞的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其實主要就是 我們都知道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都希望能夠在印度洋 無論是軍事或者是貿易 這邊有個出口 那麼這個地方的航道 其實非常有價值 所以印度跟美國在這個地方 其實展開了軍事演習 對於中國大陸的意涵 包抄的意涵跟警告的意涵非常濃厚 好 所以看來是多國聯合打群架 要包抄中國 那中國也要找盟友 現在找到了巴拉圭 但據說巴拉圭拒絕他了 對 這個主要是在駐台的巴拉圭的大使 巴拉圭的大使伯馬紹 他就提到了現在其實在巴拉圭內部 壓力很大 主要是巴拉圭的民間企業當中 一直渴望要跟中國大陸建交 所以給政府很大的壓力 不過所幸呢 因為巴拉圭的總統阿布朵 跟台灣的關係不錯 他堅稱說如果巴拉圭 只有一位真正的朋友的話 那就是台灣 所以目前還頂得住這個壓力 但是能不能頂多久 其實不知道 對 因為中國在拉丁美洲 其實深耕很長一段時間 非常長一段時間 所以就知道其實 我們都知道美國 現在其實在亞太 西太平洋這裡 包括在亞洲這個地方動作平庭 中國大陸也不是捨得登 其實他們在拉丁美洲的布局 其實非常深 其實尤其是幾個大國 我們先來看阿根廷 阿根廷主要是在2009年都知道 在那時候因為是金融風暴之後 包括美國跟全日界都無暇踏步 因此阿根廷在那個時候 國內的通貨膨脹 非常部分的嚴重 還有數十億美元的 這個債務即將到期 在那個時候都沒有任何的國家來幫助 這時候中國大陸就出手了 中國大陸的出手是這樣子 他簽署了一項 高達102億美元的貨幣交換協定 也就是說這個貨幣交換協定 把人民幣跟阿根廷當中 他們的PISO綁在一起 使得他們度過了這個部分金融危機 另外他們也提供了100億美元 去協助他們整個國家的鐵路建設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頭 其實中國大陸還同時在看 有些地方他們要的 他們要的還不只是 他不是白白給你錢 不是 而且他們要的 還不一定都是城市 這一些什麼厲害的地方 他們要一些偏僻的沙漠地帶 在阿根廷這個地方 有個叫做內烏肯 這個地方它是群山當中的沙漠地帶 中國大陸看上了什麼 這個地方鳥不拉屎的地方 但是他們要了50年的部分的 這個所有權 幹嘛呢 他們在那裡建一個太空觀測站 這個太空觀測站 其實如果大家在網路上有看到 在2018年的3月 蓋了很多年 蓋了將近10年 2018年已經完成了 這個太空觀測站 是一個非常大 全世界應該是數一數二 跟美國可以媲美的 他們的這種太空觀測能力 在這個地方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天線的主體 直徑達35公尺 有非常多個 一個就450噸重 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乾旱 很少雨 所以在觀測整個太空狀況 雖然這個項目當中 說是中國大陸 它是對於天文當中觀測 可是大家都知道 怎麼可能只有天文 一定在偵搜 而且有太空的 特別是有軍事方面的 那我這個部分其實 因為阿根廷自己本身也有 10%的部分的使用權 也說他們可以跟國外的合作 但中國大陸在這邊的主控 而且也因為這個項目 使得中國大陸的太空科技 跟太空的掌握力 包括這幾年當中 包括像北斗這些 都隨之有很大的進展 好 不止如此 據說也很多中國企業 到拉丁美洲去投資 特別是小米 對 其實應該是這樣 這就是現在到巴西了 其實我們剛剛講阿根廷 中南美洲當中 當然巴西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今天中美貿易大戰的時候 中國大陸很多農產品 不跟美國買了 跟巴西買大豆 玉米 跟各式各樣的都跟買 除此之外 中國大陸的民企 民間企業也進拉丁美洲 不只是國家 小米是最有指標性的 所以在這小米的部分 都可以知道是 他們其實現在中國 在巴西的部分的布局 非常深遠 現在其實在一個指標 裡面看得出來 現在在巴西的Amazon當中 有100項的部分的 3C家電產品 小米包括手機 包括他們各式各樣的家電 Lily Coco的建設有83項 在前100名 所以也就是小米在巴西的部分 包括民間的部分深耕 包括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是 他們的小米的手機推出的時候 有5000多人在他們的旗艦店排隊 他們的機殼行銷 其實在巴西也非常受用 所以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現在不只是 整個國家戰略 在中南美洲發展 包括像巴西類似的 他們的民間企業跟民間產品 也深入了拉丁美洲 好 不止美國要拉幫結派 中國也要拉幫結派 不過我們剛剛談到的中美大戰 所有的中企現在很怕 怕什麼 馬上又要修理他們了 對不對 以現在的氛圍 所以之前就有很多中企被查賬 甚至於說 你不要在我們這邊掛牌好了 你們的賬都有問題 陸陸續續已經有一些中企 不管是回中國還是回香港 好 現在當然對岸中國也知道 狀況只會越來越糟 不會越來越好 所以據說現在香港也搞了一個 港版納斯達克 所以你們通通回來吧 確實 因為以前我們對香港的了解 它最主要就是金融跟地產 可是現在市場主流是科技 我香港不去做調整 除了說我要去接納這些 從美國回來這些公司之外 很重要的 我們在上禮拜也提過 上海現在搞了一個科創版 也把很多目光都吸引過去 尤其我們在上禮拜也提到 一堆的腰股都是從科創版來的 尤其今天很特別的日子 今天就是上海科創版滿一週年 明天開始要正式發布科創50指數 原本的科創只是都要在 上陣的創業版裡面 它現在明天開始正式發布 科創50指數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香港是不是越來越被邊緣化了 我當然不行被邊緣化 所以趕快 香港趕快就搞了一個 叫做恒生科技指數 好 我們來看港版納指 被稱為香港版的納斯達克 恒生科技指數就在下週一 就要熱鬧登場了 而港版納斯達克一登場 當然許多大咖要給它捧場 所以據說三巨頭 這裡頭包括阿里巴巴 騰訊 螞蟻集團 都齊聚在港版納斯達克 確實我們把這30檔成分股 找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排名在前面的那些公司 這不用我們特別說 大家都知道 這都是中國數一數二的科技公司 你看從阿里巴巴 騰訊 美團 小米等等這些 可是我們比較關注的 除了這些公司之外是 對 跟台灣有相關的 這所謂相關其實是跟台灣有競爭性的公司 我們要特別去注意 譬如說我們看到排名第五的 這個順宇光學跟28的邱泰科技 這兩家在做什麼 做鏡頭模組 那中國鏡頭模組最大的是歐飛光 可是歐飛光沒有在香港掛牌 所以順宇光就相對的 是在香港裡面最大的鏡頭模組 尤其今天新聞最先就提出來了 順宇光有可能去威脅到我們的玉金光 所以說如果你想 那如果現在又被編入指數之後 是不是會有一些的資金會因此被吸引走了 這是我們要去注意到的 好 那再來我們還要注意到一家公司 排名第11的這個瑞森科技 瑞森做什麼 做升學元件的 中國升學元件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戈爾升學 像iPad全部都是戈爾升學 可是瑞森其實才是真正的龍頭 怎麼說呢 戈爾升學它其實做的量大 這個營收多 可是瑞森才是最賺錢的 而且它比戈爾升學賺更多錢 那所以如果這個升學元件這家公司掛牌下去 台灣對應的公司那當然又要被打到了誰 好像譬如說美麗 東科 智森等等 這些相關的公司就有可能被打到了 所以我們要去注意到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我們要特別去注意到的是 在25的這個洪藤 洪藤是誰呢 洪藤是洪家居嗎 對 是洪海的子公司 所以這個是做連結器的 不過因為它在這個指數裡面的權重不是那麼多 所以到時候實際上會有多大的影響 這是我們要去觀察到的 好 所以這三次檔看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整個它的分布 就產業來說不用說當然資訊科技產業是最多的 我們比較注意到的是 它是來自於哪裡的公司 所以你看到右邊的圖裡面 最大的綠色的這塊 綠色這個 對 叫名氣 什麼叫名氣 中國來的公司 這部分就佔了 大部分是中企 對 25家 我們再對比它跟恒生指數的差別 傳統的恒生指數你可以看到左邊 跟右邊我們抓到前十大 唯一重疊的就只有騰訊 好 我們來看 所以恒生指數公司他有去做一個回溯測試 所以你看到以去年來說 這個指數可以漲36% 今年上半年也可以漲35% 尤其今年上半年你對應其他的指數來說 其實他表現更好 所以真的是值得投資人去關注 好 談到了中美大戰 一定要來看看 美國現在又使出哪一招呢 之前美國有黑名單 現在又有新的黑名單了 再度出招整中氣 我們來看看美國又再出手了 這一頭有11家公司 又被列入了黑名單 當然 蘋果華為供應商難逃厄域 這裡頭最被關注的是這家公司 叫做歐飛光 歐飛光也被點名 而且列入黑名單其中 特別是歐飛光落難之後 大家就在看 有沒有可能台灣迎來轉單 因為當歐飛光不能出貨之後 是不是要找我們台灣呢 所以蔡總 中美大戰現在一波接一波的殺中氣 對 又有黑名單了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歐飛光是中國第一大的觸控面板 去年的營收很多509億 人民幣 然後你看它營收的一個結構 70%是光學的產品 做觸控面板 還有做光學鏡頭 說到歐飛光的話 跟我們台廠可能大家想 關係非常的密切 比你想像中的還密切 他在2010年的時候做電容式的觸控 到了2012年的時候電容式的觸控 行情很好 是 趕上了那一波的熱潮 結果人家還真的厲害 2013年成為全球最大觸控面板 把我們的陳宏TPK趕下神壇 這樣打到這樣 後來 所以TPK就是被他害的 對 沒錯 他還殺價競爭 搶訂單 結果歐飛光就跟陳宏 打來打氣 打來打氣 後來打累了 大家說我沒有人懂 互相結盟 我買你的股票 你投資我的股票 這個時間是在2017年 但是後來傳出 中國在管控資金 當然這個事情就告吹了 好 那現在歐飛光 我說實在 這個是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風水輪流轉 當初他害了我們的TPK 現在他被列入實體清單之後 我們的TPK有沒有機會了 對 機會來了 為什麼 有人講說 這次應該是華為 用到了這個歐飛光的手機的金頭 所以惹得老美不高興 才把你列入實體的清單 所以現在當然還不確定 因為美國怎麼認定 那這個事情怎麼發展 是因為鏡頭還是因為觸控 現在搞不清楚 所以這個老實講 過一陣子才明朗 我們先講 假如是觸控面板的問題的話 我們的陳宏跟葉成GIS 就會轉單的利益 我們直接看一下 你看GIS 昨天股價漲停 今天比較冷靜 還繼續漲 還漲了5% 但是注意今天 這個GIS是爆大量 爆大量 可能也有人在跑貨 這個震盪 那陳宏的獲利當然 這個狀況這幾年都不太好 但是你看這兩天 股價也有表現 但是今天有點 這個收了一個黑K 也就是收盤的時候 稍微低了一點 所以大家都注意到這個情況 現在當然消息不明了 但如果歐飛光 被修理是因為觸控 那麼我們的TPK 我們的葉成就有機會拿到轉單 那是李多 那如果是因為鏡頭呢 鏡頭的話 那可能就是剛才朱老師講的 是順以光學會拿到鏡蛋 是順以拿走啊 今天郭敏祺又爆一個料 沒想到相關蘋果供應鏈的鏡頭廠 股價就是洗三溫暖 他爆什麼料 他說 韓國最強的三星電機三口 他已經在今年的下半年 要打入了蘋果iPhone的供應鏈 然後明年的出貨 今年就六批喔 然後明年的出貨量會更多 然後會打到誰 打到易金光 所以易金光從2021年 營收跟獲利 都會受到了這個三口的影響 另外 所以今天是這樣子殺尾盤的 對啊 本來易金光今天除息是填息 你看開盤是不是填息 對不對 791 怎麼這樣 郭敏祺這個報告一出來以後 你看尾盤擊殺最後跌7% 那這個事情恐怕明天還會持續的發展 為什麼 觀眾請看一下 郭敏祺的報告影響多少 我們看一下南韓的三口的股價 今天三口的股價 大漲漲了4% 漲了4% 然後創下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所以看起來 大家覺得這個消息是蠻可靠的 因為是過敏期 對啊 所以這個影響蠻大的 再過來這個順雨的這個 他先從iPad來出貨這個鏡頭 那未來也有可能會介入了iPhone 所以兩個有三口跟iPhone 這個順雨來搶這個iPhone的這個鏡頭 恐怕我們的玉金光是嚐不到的 對 玉金光當然會受到影響了 好 所以明天要持續觀察 這個消息裡面後續的發酵和反應 不過我們剛剛也談到現在中美大戰 中氣可以說是隨時連連 我們經常說服務雙制貨不擔行 在今天有一個壞消息是 全世界最大的太陽能多精細廠 保力血溪竟然金船爆炸 新疆廠 它的新疆廠爆炸 那這個新疆廠爆炸有什麼不得了 因為目前保力血溪是多精細材料 全球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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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可以產出去年 它去年產出是4.8萬噸 那現在全球的多精細材料 去年總共多少噸 是大概在51 52噸 所以你看它佔15.6 新疆廠將近10% 所以我這樣這個數字一講 你就知道這個很嚴重 好 那怎麼辦 那這個產能能不能補上 其實有困難 所以我們才看短短幾天而已 所以現在原料一定會漲 突然就上個禮拜 一公斤還60塊錢 這幾天而已它已經漲到80塊了 這個漲幅很驚人 等於說在三天 我看這樣禮拜天發生的 是 也就三天的時間 漲幅大概是三分之一 這個很驚人的 很驚人 我們可以看到 畫面上可以看到報價 已經開始蠢蠢欲動了 對 那當然你說保力血清怎麼辦 它可不可以增加產能 比如說慢慢行我其他產 趕快增加產能把它補上 可是有一些困難 為什麼 因為我增加產能我要設備 那我要設備我需要錢 我需要資金 我需要資金 那現在資金夠不夠 其實有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是 政府本來都有一些補助 但是這個補助款 也一直沒有拿到 所以在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以來 其實保力血清雖然 佔有全球這麼大的產能 它一直是舉債在過日子 為什麼 基本上第一個 我們看它的短期負債是多少 它的短期負債高達283.86億 那這個283.86億 距離第二家是它協星新人員 它自己的我們就不要看 第三家才75億而已 所以它跟第三名比 這個短期負債多很多 它的長期借款有340 所以整體負債來講76.47 比同行業的所有太陽能產業 50%高很多 所以對保力血清而言 現在是雪上加霜 它本來就是借錢再過日子 那麼又發生了爆炸事件 也想出貨 所以同樣的 我們剛剛談到歐飛光 歐飛光被列入實體清單之後 也就是列入黑名單之後 台灣是不是有可能拿到轉單效益 同樣的 保力血清發生爆炸事件之後 台灣是不是也有機會拿到轉單 其實我們看 最近所有太陽能股票都大漲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我們直接看 我們看到最近的太陽能股 對 太陽能股價都大漲 包括First Sora跟Sunpower 其實股價都有在漲 那通威跟東方日升 這幾天的股價也上來 當然對我們講多金系 最上游這一塊來講 台灣其實是沒有辦法 本來還有一家浮具後來也倒了 所以我們這一塊等於沒有辦法去拿到 但是因為最近整個太陽能 這一個爆炸以後 整個我們講多金系 上游的材料上漲 那我做晶圓的我也可以漲價 可能就搭這個市也許有機會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像中美金 像中美金 5483的中美金 中美金 今天股價的表現也不錯 有1.89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K線 同時下面我們切換一下 這個投信的一個籌碼 我們來看投信 到底有沒有買呢 投信的籌碼 你就會發現 這幾天投信也蠢蠢欲動 尤其是消息剛出來的時候 投信就蠢蠢欲動 那就股價整體的表現 其實是上來 當然我們不用特別去看它的 看它的獲利 因為太陽能產業 這一段時期的獲利 都不怎麼樣 那另外一個是加金 我們看一下加金 加金在今天上漲0.40% 然後同樣的 我們看一下它的K線 然後下方幫我換成外資 換成外資 對 換成外資 你看這幾天外資的籌碼 也進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金援 這個相關的公司 我們可以問一下 得到內資 我們幫助點 對 我們問一下 它的資料 相關和